嗨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和大家分享 如何利用Tenza来制作一个像这样的简介动画 先选择Video类别 准备一张你要放的背景图 拖拉进来 然后点击右键鼠标 选择SetImage as Background 现在我们需要放一个文本标题 点击Text 选择这个默认文本样式 输入一个旅游地点名称 先换一个字款 把文本尺寸放大 移动到中间位置 把颜色换去白色 和也可以添加文本效果 之后我们先下载这个素材 文档类型选择PNG 点击Download 下载后 直接从这里拖拉进来图库里 然后先删除这个整个页面 之后再把刚才的图片拉进来 和SetImage as Background 接下来在Element类别里 找出一个真实飞机物件 我会选择这个 然后转动至90度 再把它的尺寸 调整到像这样的尺寸 下一步同样在Element类别里 选择一个正方形的物件 更换一个你喜爱的颜色 然后把它的尺寸拉长一些 和把它的位置移动到这里 为了这个形状更好看一些 我们可以再添加两个脚边的形状 还是使用四方形状物件 然后调转至-20的角度 移动到上面这个脚边 再复制一个调转至-160的角度 和移动到下面的脚边位置 点击飞机物件 按右键鼠标 然后选择Layer 点击Bring to Front 把它移植到最前面的位置 过后把全部物件Group在一起 然后先把它们全部移动到左边这里 我们先Ungroup 因为需要把四方形这个物件填满整个画面 现在再次Group全部物件 然后可以移动它们到框外 过后复制这个页面 然后在第一个页面里 你可以输入你想放的文本 比如我放Welcome 点击右键鼠标 选择Show Timing 把它的时间长度调整至两秒 然后选择一个Animation 如果还有其他字眼 我们直接复制粘贴这个文本 然后把它的时间长度 是调整至Welcome字眼之后 才会呈现 我也是设定在两秒 然后把第一页面的时间长度 与后面那个字眼时间长度对齐 还没完成 我们在两页之间 添加一个过渡效果 点击Add Transition 选择Match and Move 把时间调至两秒 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在第二个页面这里 把刚才飞机物件 移动到右边的框外 好的 现在我们预览看看成品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